赶紧 兄弟们 都利索点 说不定一会儿 日本人巡逻队就过来了 小心点啊 好好 这来 真没想到啊 刚刚从鬼子那儿 缴获的铁锡碗 就拗到他们自己身上了 这就叫 以钱之道缓至钱之身 队长 队长 那边好像有一群鬼子 在追一群国民党的士兵 既然是勇军 咱们去帮他们一起 出发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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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快 是不是能够 跑 我炸你个罐头和道 这些日子 这火车站一带 是咱们的重点防御区域 好 但凡遇着可疑的人 抓住再说 听着没 好嘞 是 队长 怎 怎么了 是他 快 快去叫人 发现什么了 发现一条大鱼 三根几条 有共产党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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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跟 小兵礼 我知道是你 没想到 在这儿碰到你了 赶紧出来吧 你呀 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你想跑那是白日做梦 谁让你倒霉啊 碰着我这么个强敌了 你 进去 我 进去 我不敢 废费你 想必离 别磨磨蹭蹭的啊 赶紧出来吧 一会儿那些日本人要冲进去了 你小命不薄可别怪我啊 反正你已经被我堵在这屋里了 咱们都是老交情啊 我不会难为你的 你 你出来吧 想必离 你太粗心大意了 你什么人 为什么要帮我 放下 都是自己人 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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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事了 别动 你是什么人 怎么会认识我的 相当少爷 记性这么差 你们刚从上海到江阴的时候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那个时候 我在游击队当副指导员 你姓董 董 董国强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对不住啊 你们记不住不怪你们 因为你们到了第二天 我就调到江都干训班去学习了 不过我对你的印象挺深的 所以刚才我一下车 就看见你大摇大摆的 往车站里面走 不光你看见了 二狗子也看见了 你这怎么样 是刚回来啊 对 我刚回来 来镇上办点事 行了 咱们就不多聊了 香槟里 你欠我人情 你可记住了啊 放心吧 一定还 行 那我先走了 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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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在东桥镇的主力部队 已经调往前线跟国军作战 目前在东桥车站 现在呢 东桥车站驻守的 只是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小队 大约二十人左右 白天的时候 他们检查得比较仔细 而且布局也比较分散 主要在上下车的地方 鬼子盘查得是特别地仔细 而且据说每台车辆的车厢里 都会有两个日军驻守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白天偷袭的话 将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就连日军的兵力 我们也都无法准确地掌握 另外呢 从某种迹象表明 日军很有可能 在最近来增兵布防 控制这个车站 我补充说明一点啊 我跟支队长 大概用脚测量了一下 预估了一下人力分布 检查的 大概有四人 铁匹坊这里 大概有十个人 来回巡逻换岗 大概有六个人 也就是说只有晚上的时候 日军的兵力比较集中 所以 现在决定 我们今天晚上夜袭东桥车站 而且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 解决战斗 速战速决 待会儿有没有信心 有 有 好 去准备吧 是 什么 你确定就是香兵力 应该没差 照片哪 我都看过好几次 这本人哪 我也在监狱里面见过 对 肯定就是他 香兵力 果然就在这一带啊 那你为什么让他跑了 出货 不是 太军 我带着我的兄弟去抓他 可他的同伙太阴险了 这背后偷袭了 我不想再听见那废话 香兵力 他为什么出生在火车站 太军 这事还用问吗 他 他肯定是坐火车走了 我不认为